HELLO 大家好,我是紅茶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六七八月的愛用品 今天的look非常夏天 為什麼我今天要搭這個樣子呢?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原因 純粹就是我想要這個樣子 最近我超愛這種串珠的項鍊 有小花或是珠珠啊 這樣串在一起讓我超喜歡 最近也很流行 好,那這次的愛用品沒有很多 但是內容有點多 我們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WK Professional他們家的 許願精靈沐浴系列 這產品我最喜歡的是護髮素 我跟大家說我真的很少 在跟大家分享護髮的產品 或是潤髮的產品 如果有也是跟同系列的洗髮產品 或是沐浴產品 合著一起跟大家分享 但我真的很少focus在護髮素上面 護髮產品上面 原因就是我之前的髮質啊 一直都不差 從小到大的髮質啊 一直都不差 雖然聽起來很欠揍 直到去年呢 我的頭髮 我的髮質呢 竟然變粗了 然後我這麼短哦 頂多再長一點點而已 我手去剝頭髮的時候 我手竟然會卡卡的耶 有的時候還會卡住 這麼短哦 於是從去年一開始呢 我就有認真在用護髮產品 那這一支護髮產品呢 為什麼我很喜歡呢 為什麼我很愛用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它很適合男生 很適合這種短髮或中長髮 到這個地方我都覺得很適合 因為它的保濕滋潤度沒有到很高 但是呢 我不確定它另外一個用法 會不會增加它的保濕度 因為它有兩個用法 一個用法呢 就是我們平常在使用 就是洗完頭髮 然後擦上去 然後等一到三分鐘 然後再用清水沖掉 另外一個呢 就是把頭髮擦乾 然後再擦上這個護髮素 在你需要加強的地方 然後再用護髮機 加熱約10到15分鐘 然後等待一分鐘之後呢 再用清水沖掉 後面這個護髮機的這個做法呢 我沒有去試過 因為我沒有護髮機 但是呢 就以第一個做法 就是最基本的 這樣的使用方式呢 滋潤度是屬於不高的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適合男生 雖然說它的滋潤度不高 保濕度不高 但是呢不代表說它沒有營養素 進到你的頭髮 這兩點是分開的 因為有很多人啊 覺得說 護髮產品或潤髮產品 如果不夠保濕不夠滋潤 就代表說沒有效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喔 保濕度滋潤度高的護髮產品啊 不代表說它給予髮絲的營養呢 就會比較高 這支呢 就是屬於保濕度滋潤度偏低的 但是呢 它又有營養價值的護髮產品 像我都要用電棒做造型嘛 今天呢就是 其實這樣長期的用電棒加熱做造型啊 對頭髮、髮絲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呢 我們平常呢 就是要用護髮產品去保養我們的頭髮 幫幫我們的髮絲 我很喜歡這支的原因呢 就是它不會像潤髮產品 或是護髮產品 護完、潤完呢 頭髮會重重的 就是保濕滋潤度過高 頭髮就會重重的 那你頭髮重重的呢 就是持久度會變低 然後會比較沒有支撐度 然後 雖然說會看起來 欸 滿保濕的 滿滋潤的 可是就是 你知道 對男生來講 支撐度很重要 頭髮支撐度很重要 蓬鬆度很重要 輕盈度也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後續要做造型的話 這些呢 都是需要擁有的 而且在台灣這個地方 真的超濕又悶熱 你的打底沒有做好的話 就真的很容易出門沒多久啊 你頭髮就塌了 所以打底很重要 那打底呢 不是除了 就是你在做造型的時候 你可能 把你的頭髮弄膨 或者是說用一些收乾的產品呢 去加強你的髮根 之外呢 護髮也是很重要的 那護髮產品 對我來講呢 現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打底產品 它不只是就是我日常保養啊 然後讓我的頭髮 讓我的髮質比較順 不容易斷裂之外呢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打底產品 尤其是這一支 我用這支護腕髮 髮是呈現一個蓬鬆輕盈 然後又有支撐度的一個狀態 不會像有些潤髮產品 或護髮素 雖然很保濕很滋潤 但是呢 就是會塌塌的 重重的 更不用說做造型了 就是會影響到後續造型的支撐度 跟持久度 但是這一支呢 不會 我完全就是因為這一點呢 才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那支撐度呢 不是只有男生很重要 女生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要做一些比較輕盈的 但同時髮式又是要順的 如果你的髮質先天條件 沒有說到很好的話 就非得要用潤髮產品 護髮產品嘛 那我覺得這一支呢 就很適合 總之呢 我很喜歡這一支 如果你有這樣子需求的人呢 可以考慮用他的這一支 那這個系列呢 還有另外兩支 一罐是洗身體的 一罐是洗髮精 那洗髮精呢 是屬於控油型洗髮精 這支洗髮精 它的泡泡是細緻的 然後也很好沖洗 然後它的清潔度是屬於中等 控油程度呢 控油度呢 我覺得也是表現中等 就是你洗完隔天呢 差不多可以撐到下午 之後呢 就可以感受到有點油光這樣 但它洗完呢 不是屬於那種 毛造型的控油型洗髮精 它是屬於比較偏順的那一種 所以呢 如果你是很怕乾的人呢 是可以考慮試試看 這一個洗髮精 那再來就是 洗身體的潔膚露 它是屬於比較偏保濕的那一種 不是屬於你洗完之後 皮膚會比較乾 然後比較澀的那種 不是 它是比較偏保濕 它洗完之後 會有一點點滑滑的 但是不是屬於那種很滑的 那這兩支呢 香味的部分呢 我還蠻喜歡的 在剛起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柑橘香 前調呢 是黑莓蘋果柑橘 中調呢 是玫瑰 後調呢 是琥珀 那中調跟後調呢 我就比較沒有 這麼有感覺 我覺得它的前調呢 那個柑橘的呈現 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這個香味啊 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很適合 就是比較偏中性的 然後他們有給我一個 專屬的優惠網址 裡面呢 有很多組合 如果你對這個系列有興趣 或者是說這個品牌的產品呢 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點進去看 我把網址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我跟你們講 這次的愛用品類型啊 真的有點凌亂 接下來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幾個月 都在使用的一個運動的東西 就是這個 電子智能跳繩 它上面是有 數據的 有什麼 卡洛里啊 圈數啊 時間啊 這些東西 但我個人是覺得 除了時間之外呢 都 不是很準 它可以換成那個 跳繩 這種繩子 它也可以換成那個 無神的 那個球 這幾個月 一直在跳繩 Follow我的IG的話呢 就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三不五時呢 就是會 拍這個跳繩 然後傳在那個 線東上面 為什麼我要放進愛用品 跟大家分享呢 原因就是 因為啊 我幾乎每次放的時候 都有網友問我說 在哪裡買的 但是它其實呢 沒有說到很好用 我個人覺得它沒有到很好用 只是我覺得它便宜 然後又方便 其實我只是 心血來潮 想要跳繩 所以才買的 所以我也沒有買一個 特別比較好的 或是比較貴的那一種 我就是網路上看到 就是蝦皮上面看到 然後覺得 欸 這個 銷量還不錯 我就想說買一個來 玩玩看 之前有問我 然後我沒有回覆到的人呢 我一併在這一支影片跟大家回覆 現在來跟大家回覆一下 因為蠻多人覺得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它其實真的就是還好 你看它這個素質啊 也沒有說顯示到很準 雖然說 它可以改成無繩 也可以變成有繩的 這一點是真的蠻方便的 然後它的這個 手把也是蠻輕的 不是重的 但是呢 我跟你說 它這個繩子啊 真的是被打到超級痛 我把圖片放上來 我真的每次被打到 都是一條一條一條 很紅 很像被家暴 本人我又是一個跳繩新手 所以我很常被打到 但雖然說現在有跳得比較好 畢竟跳了幾個月有跳得比較好 但是呢 被打到還是很痛 我剛開始的時候啊 我跟你講不誇張 我有幾次啊 是被打到流血 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是我看手的時候才發現 欸!流血了這樣子 它有附那個收納袋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就是普通 沒有說到很好 但是呢 它功能蠻多的 然後可以有繩 可以無繩 就隨便你怎麼換 就是你們自己可以評估 要不要入手 接下來呢 也是一個生活小物 就是這一支 酒精槍 它的型號呢 是K12 但我知道 台灣有很多人 都是用那個 K5 Pro 賣最好的也是K5 Pro 這支是在淘寶入手的 那時候為什麼我沒有買K5 Pro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在那個 平價的地方看到說 K5 Pro噴出來的那個力道有點不夠 然後噴灑出來的那個霧啊 就是比較小 所以我就想說那買這一支 因為那時候我看它的介紹啊 是說它的那個噴力是蠻夠的 噴出來是蠻多的 然後的確它噴出來是還不錯 就是力道夠 然後水量也是多的 因為這支是我第一支酒精噴槍 所以呢 我就沒有一個比較 你知道嗎 我也沒用過其他支 那最近呢 我又在蝦皮上面呢 買了一支K5 Pro 因為我想說 怎麼大家都在推K5 Pro 大家都說K5 Pro很好 然後銷量又是最高的 我跟你們說 實際用下來啊 我覺得這一支 真的比較好用 K12真的比較好用 而且好用很多 K5 Pro它的力道呢 真的就是燒弱 噴出來的量呢 就是比較少 它是比較霧沒有錯 但是它一噴的時候呢 譬如說我在噴手的時候 它需要停一下子 你的手才會有那個濕的感覺 不然你這樣直接放上去 你就會覺得好像 欸 有噴還是沒有噴到這樣 就是 用它的時候呢 我真的是有點困惑 就是說 我到底有沒有噴到 但是這一支K12啊 就不用 你可以速度很快 然後就這樣一噴過去 然後就噴到了 然後也有濕的感覺 就是以效率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效率呢 遠超過這個K5 Pro 真的是超過太多了 而且K5 Pro那麼大一支 然後拿起來呢 我覺得這支也是比較順手 也比較輕 所以這兩支比起來呢 我會比較推薦K12啦 如果你最近在找這種噴槍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K12 但我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好像有K6 但我不知道K6好不好用 因為這個噴槍啊 有太多的型號了 這一支呢 我是真的覺得還不錯 就是 以這兩支比較起來的話 接下來的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是很做作的一個東西 我也是以往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 香水信用卡 我沒有在跟他們家業配喔 這個香水信用卡 它是蜂巢式香水信用卡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我是最近在查要辦什麼卡的時候呢 發現 欸 怎麼有這種香水信用卡 那以往的香水信用卡呢 都是屬於那種固定香味的 比如說巧克力香味啊 或者是什麼 香蕉香味 玫瑰香味啊 卡片本身自帶的香味 它就是固定的 你不能換香味 但是這個蜂巢式的香水信用卡 它是呢 可以滴入你自己喜歡的香水 它那個蜂巢式呢 在這個的背面 的右下角 我在截圖給你們看 它這個蜂巢式的墊片啊 你滴進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擴散的作用 標榜可以持續15天 香水信用卡呢 不是只有我這家銀行有 有很多家銀行都有 我看其他家的呢 也是說標榜15天 就是我目前看到的 也是說標榜15天啊 但是因為我滴進去到現在呢 沒有超過15天 所以呢 我也沒辦法跟大家說 到底可不可以持續15天 可是 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吧 它的香味呢 還是聞得到的 但是呢 它不是說 你放在這裡 你就會聞到香味 就是它還是需要一點灰洞 然後距離差不多這樣吧 就是我跟它這樣距離 是可以聞到的 如果再遠一點的話呢 就是 沒有味道 然後它是沒有辦法滴入精油的 我覺得這個香水信用卡 是真的還滿假掰的 一個噱頭 想要秀一下的話呢 我是覺得是可以辦來玩玩看啦 最後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次的雷品呢 這次的雷品呢 就是這一台 我在淘寶買的 電動洗澡機 哇 我真的是覺得 這台呢 它有附很多刷頭 很多不同種的刷頭 我記得它好像附六個吧 還是幾個 反正就附很多個 我現在也沒在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雷的地方就是 它這個地方是 會動的嘛 它是旋轉型的 它不是震動的 就是因為這一點 我覺得它很雷 它就是因為是旋轉的關係啊 你放在你的皮膚上啊 它就是會一直這樣子 不規則的 它沒有一個規律的 會一直飄走 你知道嗎 它邊旋轉邊飄走 我開給你們看 它有五檔還是六檔 這個是一檔 二檔 三檔 四檔 五檔 然後六檔 對 再來就沒了 就是有六檔 好 然後我用六檔給你們看 比如我在洗的時候啊 你看 它就是會一直跑走 你知道嗎 你看有沒有有沒有 它接觸到皮膚之後 它就是會一直亂跑 它沒有辦法就是乖乖的定點洗 那它要怎麼乖乖的定點洗呢 就是你要用力去壓它 它才會比較定點 可是因為它是旋轉 它這樣子去洗的時候 然後其實你的皮膚是被拉扯的 而且是被扭轉拉扯的 你知道嗎 我就會想說 如果是這樣子洗的話 洗久了 我的皮膚會不會鬆弛 你知道 這一台雷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是旋轉式的 如果它是震動式的呢 它就不是一個雷品 我覺得你們以後要買這種洗臉機啊 或什麼洗身體機啊 洗澡機啊 一定要看清楚 是震動的你在買 如果是這種旋轉的啊 真的不要買 我真的就是 這其實是一個食物你知道嗎 因為我老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忘記說要看是不是 震動還是旋轉的 而且旋轉的啊 我真的是覺得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做旋轉的 這種洗臉機洗澡機吧 都是震動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去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沒有旋轉的 旋轉的真的是比較早期的 洗臉機才會出現 虧它還有這麼多的頭 然後它的防水效果也不錯 然後又輕 就是你這樣拿的時候啊 你不會覺得酸 就是它各方面我覺得都不錯 就是 你知道最重要的這一點啊 真的就是 失敗就是失敗在這一點 為什麼要做成旋轉呢 現在根本沒有人在做旋轉式的 總之呢 它就是一台很雷的洗澡機 我可能把它拿來洗地板吧 很失望啦 這個東西 虧我還蠻期待拿到它的 結果拿到它就是失望 好那以上啊都分享完了 我發現我戴這個草邊帽 臉看起來好小喔 我好像很少穿這樣子跟大家 我會看到它 見面 近期呢 還蠻喜歡的一個 穿搭感覺 這個呢 是真的讓我很喜歡 我買超多條的耶 如果你們想要讓我看的話 想要看我分享的話 也是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在看放在哪支影片 或者是特別做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種 串珠項鍊 跟我近期買的一些視頻 好啦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還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別忘記打開小鈴鐺 這樣還可以介紹我的畫面影片也第一首 相信我們下次見 掰掰